一般我们做民意调查他必须有前置作业 那包括你要去做抽样设计 实际的抽样 还有你要做问卷设计 还有你要去评估用什么加权方式 甚至包括就是说你手机样本跟住宅样本的比例应该多少 还有最重要的计分方式 所以这个前置作业加上实际的 执行调查这个前前后后至少一定是超过7天甚至更久的时间 那因为20号11月20号就要去做这样一个登记的动作 那你势必要去找到这样的执行单位来帮你执行这样的一个 调查 确实是有他的难度 尤其是在选前 这个台面上的这个比较知名的民调公司 几乎是满党的一个状况 那几乎是没有在太多的空间可以去进行这两个阵营的民意调查 那 所以你只能就过去10天 就是说过去几天这样已经有公布了这样的民调 来去评估说 在 这几个共识之下 那是侯科 比较领先 还是科侯比较领先 那另外还是有一个 观点是不容排除的 就是说你拿过去的调查 那来审视 那不用再重新做一次 那相对的也去降低两个阵营对这个民调的整个过程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不过这一次的协商还是有留伏笔 就是说两方的阵营都可以 找出自己的一个内参的民调 那有可能这几天也可能做 也可能是拿过去 已经执行完毕的这样的一个 调查数据 来做 让这些 学者专家来做审视 那不过我想 这两个阵营应该都会拿 对自己有利的 民意调查的数据来 这个 做一个评比 我们就是 直接是针对 侯科两个阵营来说如果他们要各自 操作的话 那这其实是有可能性的 包括就是说我刚刚有说过就是说 双方可能都会拿出对拿出自己对 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个民意调查 那举个例子 柯文哲的阵营他可能会拿出就是说 手机样本占比比较大的这个民意调查数据 那侯阵营他可能是拿什么 他可能拿四话这样的电话数据 那各 各说各的调 就自己说自己强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取决 最后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 学者专家这样的文会来审视 他双方阵营所提出的民意调查 当然 如果这些学者专家他是 秉持着公正客观的立场 还有这个比较超然 或是秉持 科学的精神 我想 那这些 都是可受公平的 那如果 两方面阵营要各自操作的话 空间是有 但是 透过这些学者专家 或许会做一些 审视或做一些排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就是说针对 两个阵营的各自支持者也有可能会有操作 那甚至绿版也是有可能 这个绿色选民他也可能就是说 为了让 这个赖清德他的选情更加的稳固 那也可能 去回答他们所认知的这个 侯科配会比较弱的一个状况 这个都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操作 不过这部 就我们这个随机操作的概念来讲 这一部分 毕竟他是 一小部分的人 并不会影响的整个民意调查的整个 最后的一个结果 影响的比较少就对了 没错 那现在来看 7号到17号民调这样子整理出来看似乎目前是 侯科配比较有可能 你怎么看 是的 这也是目前大家去看说这样的六点结 协商其中的第3点 侯科配这样的一个 成组的这样的几率会比较大 那为什么因为有一个 这个重点是 所谓的 抽样误差范围这样的概念 我想 各自阵营都会端出自己有利的名点 那这一部分可能就是打零 各得到一点 但是其中有一个条款 有一个协商的这个共识就是说 抽样误差范围之内 那就是侯科配要成型 也就是说侯友宜他是当正 那什么是抽样误差范围 可能一般我们来做文医调查 可能你做1000份 抽样误差是正负3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个数据 每个调查 这个出来的 比如说支持度好了 他的数据可能是高估了3% 那也可能是低估了3% 所以亦来亦往之间 正负3 可能是有6%之间的差距 那这个6%呢 对于这两个阵营来讲 那其实 这个范围是很大 这抽样误差范围是很大 那怎么讲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 去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 民意调查 是问说 这个科猴对决 这个赖销 或是 猴科对决赖销 那我想这个 如果是 蓝硬的人 或是白硬的人 他可能什么 他可能是 希望 这个 民进党下台 那所以这会形成什么 非绿阵营对决 绿色阵营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这个氛围是很一致的 所以不管怎么组合 不管是科的当政的 或是猴当政的 其实这两组 拿到的支持度的差距 其实是不会相差太大 他不是个人的去做评比 个人可能他就会有一些 比较这个极端的好物 那可能这个 个人评比的这个数据 差距比较大 如果是组 对于绿的这样的一个阵营 那不管是侯科 科猴他拿到支持度 其实 两边不会相距太大 那不会相距太大 我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抽样误差 可能在6% 甚至就是说样本数多一点 可能是5% 所以你只要这两组的差距 不是在6% 之内 那就可能会断定 这样的一个胜负 但是如果今天 他是在6%之内 那就是属于 这个侯科配 这样得奔 记了一点 那这一点 我们就看这一点来讲的话 这是确实是对佛友宜政 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有得不要 对佛友宜政 你冥思 这个侯科医 说你冥思 这次是 这个侯科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